收网啊,撒鱼的时候就这样子收网 收网回来它就会成为一个网兜啊 现在这个边上的全是兜,明白了吧 全是兜,拉回来这种 现在草地的话我就不喜欢这样子磨 因为磨的话,上面对上面的底缸不好啊 我直接来,拉成一个网兜给你们看啊 直接拉成一个网兜给你们看一看啊 大网兜就像这样子啊 上面全是网兜有鱼的话全部都在里面 都在里面怎么放鱼啊 看着啊,怎么放鱼 一样呢,手绳一圈圈的离好 因为你拉往上来的时候,手绳也已经离好了啊 但是呢,如果说太乱的话,你再重新离一遍 然后拿了一把拉丝接过来 再往上拿一把 拿一把的时候呢,手指放开拿了吧 因为有时候你一起拿的话呢 我怕你还不习惯啊 最好是分开一个手指砸住 然后提起来这个网,往上顺的时候呢 有一个手指这一把啊,松掉一把,反正你要松掉一把 好,松掉一把,往上顺啊,OK了 然后你就放开,放开了之后呢 你就 把这个左手拿到网头这边啊,拉丝上面先不要管它 右手换过来往你这边,松动了,提就是说你提起来的时候手不要左手 一边松一边提,一边松一边提,这样子啊 它这个鱼啊,它就会放下来了,明白吗?好,弄好了之后呢 感觉链条跟飞盘在底下了 好了,你就把它放开,像我刚刚之前那样子啊 把网拉直啊,像这样子是最好提网的啊 网一不能扭扭的话呢,你就把它搞好 左手接过来,右手往下顺的时候,稍微低一点啊 低一点的话,你提网就好提,像这样子 好,提好之后呢,你再把这个飞盘扶上 如果还有鱼的话,再把它摇一摇,把鱼搞上来之后呢 你放好鱼啊,再重新离网啊,重新离网,一样的啊 上面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呢,你就不用,不用走了,直接拿到网头 左手接过来,右手往上顺的时候低一点,好,松动的提 好,直接对,对折桌,对折桌了之后呢,提起来摇晃上啊 只要链条不乱,啊,没有打结,没有一边多一边少 你就可以直接,直接放上来,明白了吧 有垃圾记得拿掉啊,放上来,左手提直往一,右手扶过来,往上顺的时候 啊,三十公分,记得啊,左手往上面贴 好,这样子就可以扫了,扫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啊 左手往前推的时候,瞬间发力啊,右手轻轻的转飞盘,不要太太过用力 太过用力的话呢,你会导致这个网乱七八糟,撒不好啊,看着啊 往前面弹,回来,左手发力 这网就打开了,然后呢,我就教你们撒网发力啊 先随会离网先,然后再撒网啊,撒网等下我再教你怎么撒了开 一般你们发力肯定是发不好的,明白了吧 那边的转飞盘